大家好,这一次我们来介绍一些网络最大流的简单应用 首先我们可以将二部图的匹配问题转化为网络流图的问题 我们将圆图中的所有无向边都改为有向边 都是由X中顶点指向Y中顶点 之后我们添加一个超圆顶点S,一个超会顶点T 添加S到X中每个顶点的有向边 添加Y中每个顶点到T的有向边 并将所有有向边的容量都设置为1 我们所得的图我们就称之为匹配网络 那么有如下定理保证 可以有匹配网络的一个流给出记忆中的一个匹配 其中XY相匹配当且仅当有向边 XY上的流量是1 2 最大流对应最大匹配 3 直为集合X的基数的流 对应于保和X中每个顶点的匹配 下面我们看一个五半问题 像他讨论的是K正则二部图中的完美匹配 假设一次舞会 有N个男孩N个女孩 每名男孩恰好认识K名女孩 每名女孩也恰好认识K名男孩 那么是否可以安排得当 使得每个人的五半都恰好是他所认识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 也就是抽象为 是否存在着K正则二部图的完美匹配 由霍尔定理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下面我们构造它的一个流网络 以及各条边上的流量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将从超原S到X中顶点的 有向边上面的流量都设置为1 从Y中每个顶点到超会T的有向边 流量都设置为1 而由X到Y中顶点的有向边上的流量 我们都设置为K分之1 在力图中K等于2 所以我们取1分之1 那么可以证明 它就是一个直为N的最大流 而直为N的最大流 也就证明了完美匹配的存在性 下面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在如下的有向连通图中 S和T是两个给定的相议顶点 那么图中 从S到T的没有公共边的初级道路 我们称之为是不相交的道路 比如红色道路和绿色道路 由于我们要找的是从S到T的初级道路 因此可以忽略指向S的有向边 以及由T发出的有向边 还可以忽略不是S或T 但是入度为0或初度为0的顶点 所以可以假定图中只有一个入度为0的顶点S 只有一个初度为0的顶点T 并且我们给每条有向边 负全值1 也就是它是容量 就形成了一个流网络 那么其中最大流的值 就是S到T的边部相交道路的最大数 这是比较显然的 下面我们定义ST分离集 如果每条从S到T的道路都必然包含集合一匹中的边 我们就称E的这个子集一匹 是图G的ST分离集 比如在下图中 紫色的两条有向边就构成了ST分离集 那么分析一下这两个定义 那么流网络中最大的值 刚才我们说过了 是S到T的边部相交道路的最大数目 而最小哥的容量 显然就是ST分离集的最少有向边数 所以由最大流最小哥定理 就可以得到 蒙格尔在1927年得到的蒙格尼 有向图D中 从顶点S到顶点T的边部相交的 有向道路的最大数目 等于ST分离集的最小有向边数 图中红色绿色表示的是一个最大流 它对应的最小哥 我们用紫色虚线表示 最小哥上的两条由S引向T的边 就是包含边数最小的一个ST分离集 这一讲就到这里 再见